譬如我們一直都強調 買股票或者投資的話 其實有智慧不如趁勢 就像我們老師 傻人超這樣說 我們覺得整體來說 我們是要找到一個大趨勢才去做的 而其中一件事 我覺得人工智能 一定是未來10年 甚至乎更加長時間裏面 都是一個超級大的趨勢 而這件事的爆發點應該是2022年開始的 2022或者2023年 我們會簡稱它做一個人工智能的元年 因為隨著CHATGPT的爆發出來之後 我們會看到很多很多人工智能能落地 這個比喻就是類似2008年的iPhone智能電話出現之後 蘋果的一個獨領風騷 獨佔天下 所以我們會覺得這一家是一個元年來的 我們對人工智能的學習 是會持續投放很多時間下去的 如果回到頭看的話 人工智能最受益的企業之一 我們會覺得是微軟或者OpenAI 或者微軟做人OpenAI的 先這樣說 OpenAI我們是覺得在軟件開發方面 或者是工智能運算法方面 其實是獨一無二的存在的了 或者是獨領風騷的存在的了 微軟就是它應該是單一大股東來的了 最受益的也是很多產品 包括Office、Windows 包括還有它的Bing 其實很多地方都有一個很好的應用場景 它本身的市場滲透率也很高的 所以我們會看到 在這樣的大趨勢面前 只有巨大的企業 比如說七雄 納紙七雄或者科技七雄 包括Meter、美元、Apple或者Tesla 其實這些會獨領風騷 會吸引了絕大部分的資金去持有或者買賣 所以我們會覺得這一方面是一個很大的趨勢